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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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會介紹 政府最近公布的 首置盤 這叫換言二居 第一次公布的就叫換言一居 現在是第二個推出的 叫換言二居 也挺有心思 推出400多個單位 由260呎起 好像有兩房單位 赤價由300多買到660萬 當然不便宜 但也只有62折 那是碼頭角 你記不記得為何會建換言二居 就是因為崩了樓 既然崩了樓 我們就用政府的方式去重建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資業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是某一種公關 因為你想想 如果崩了樓 我拿去賣 那些人說 你有沒有良心 那裏倒樓死人 你還要拿來賣 現在的包裝就是我們用事件 人血饅頭 現在的人血饅頭就是政府派 不是地產商派 這個換言二居 其實我自己覺得非常之特別 因為它是有收入下限的 為什麼要有收入下限呢 你肯定有些人是靠老爸老母 賣錢的 即是你居屋那些 沒有收入下限的 所以第一 我要區別居屋和首置盤的分別 所以就有一個收入下限的 居屋申請到的人 就申請不到首置居 第二就是你不可以無業人民 靠負幹盤 就是你一定要有正正經經的收入才行 我不知道炒股和運稅 可能都申請不到 它又有一個上限 但是其他地方是什麼呢 它的二人入息上限是 5701至7400元 5701元 到74100元 那個位置是多少 23000元 然後呢 一人中期來是28501元 去到3750元 當然我覺得它的數鏡 就因為肯定是家庭收入 或者個人收入的中位數 或者那些範圍拉出來 但是第一件 我想 你去資助那個人 要不要這麼特別 是只有那幾萬元 範圍以內的人才能做得到 它是否加上其他資助房屋 譬如說居屋的 剛剛是資下 不是的 因為你居屋的資下 就肯定是 沒有資上的 因為這個的首次居 就已經是最高的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資業階梯 為何你要去資助一個 這樣一個地方呢 這個是林鄭她整個政府 是精準 精準 精準扶貧和不貧的人 扶中產 就是她將地 把人家拆開十幾個 沒錯 每一個公司都審給你 審給你 之前說是五級製 居屋公屋 接街梯 接街梯 街梯不是一級的街梯 街梯是很多街梯 其實到了什麼時候 之前還有一些限尺盤 限尺盤 豪宅 那些是要由街梯 即是階級鬥爭 就是由她掀起 不是 整個地方是階級 階級鬥爭 不是由他掀起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這個是一個掀起階級仇恆 我心想 家庭預入 五萬七到七萬四 七萬四乘十二去到多少 差不多一百萬 八十幾萬 差不多九十萬年薪 九十萬年薪 九十萬年薪的人 你都要去資助她 然後還有 資助那裏是四百戶 正如說 退差響 是有幾百億生產 幾千億生產都退 幾千億生產都不資助 幾百萬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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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不資助 但是問題是 起碼 如果你是推出樓 可不可以與民同樂 大家都有得抽 為什麼你會限死在 七萬四千元 七萬四千元不行 因為那些人鬥爭 最重要 因為那些人覺得自己完全沒有 其實全部人都找不到 因為那些人 是沒有被資助過的 他想均衡那些人 人人有份 有錢又有 沒有錢又有 最有錢的 有錢又有退稅 而且那些政策有幫助 那些 是不是 而且高地價政策 他在收租 每一個階級 都有政府的幫助 那些高階的無人士 不是 我呢 真的很辛苦 聽大師這樣說 因為他應該幫政府護航那件事 是完全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意思是 為什麼 政府去津貼 你是應該要津貼 一些有需要的人 他都有需要 他有什麼需要 他會救一些有公屋的人 我也有需要 我肯定有錢 但我肯定有需要 我也有需要 那為什麼不去支助一些 我已經有一層樓 但我想換樓的人 不如你做個換樓津貼 如果你這樣說 所有人都有需要 換樓津貼 可能會有的 如果前些樓下跌 可能他到時為了幫地產商幫幫你 可能換樓的時候 他有些交稅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只有四百戶 你真是對香港人傻 就算現在說 香港高收入人士 可能他剛才說的 只有15% 15%也有幾十萬人 幾十萬人 現在拿了幾個單位出來 現在拿了四百個單位出來 即是四百個還是四百五十個 你真是對香港人傻的嗎 不傻 怎樣抽都不會抽到我 我覺得不傻 這是一個獎金 獎金 其實抽屋、居屋 現在都很少機會 那你就要抽 現在大家一起參加 既然政府的資源 土地資源是這麼少 不如大家一起參加 我就覺得不是說 那些人 不是沒有當人傻居 是市民真是傻居 你聽我說 市民 其實這個事實上 因為市民是真的傻居 那些人是傻居 而反對派都提供一些很傻居的東西 不如大家逗傻居 明白嗎 你提供 你不是反對派的 現在整個反對派的說法就是 四百三十公里 每個人建四百呎的樓 大家一起住八成公屋 然後只有很有錢的人 才可以住四百呎的樓 在他們心目中是這樣 是不是 於是你既然這麼旺居 大家鬥黃居 市民這麼旺居 大家一起鬥黃居 沒有所謂的 這個結果就是我自己覺得 守治本的出現 就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失效 我先不要說香港沒有民主 錯 香港沒有民主 就是守治本出來走 香港沒有民主 香港有民主都沒有差用 現在的公民黨和民主黨 都是支持守治本推出的 這班人是號稱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人 如果香港可能萬一 因為香港的政黨就是這麼低 香港可能萬一 如果真的假設是有民主的話 可能現在都很蠢的那些什麼 公民黨 公民黨 民主黨 那些可能都被關閉 可能有些民主都可以 可能有些民主 可能我們會貪政 我們這些聰明的人 真的會貪政 真的會貪政 其實重點是什麼 我其實不想拉那麼遠 但你既然說到有質民主 這些凡民就會死掉 不會的 現在的民主制度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他只不過是沒有執政權 他沒有執政權 但你也有權提出一些施政理念或建議 他提出就是這些垃圾建議 你說到全民可以有 難道 除非 反而你說 我現在沒有民主 就是工聯會和民建聯 都拿了裝 反而中產的聲音可能就會壓制 OK 我又跟你講一些歷史問題 因為當初公民黨成立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全盤的 企圖 是一個全盤的政綱 他是說要有一個執政的方案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 但是到最後 發現他永遠沒有機會執政 他才是盤屁 才搞成今天這樣 我覺得 如果他有全面執政權 他會不會反對這個手指盤 肯定不會 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很唏噓的一件事 很多市民都沒有辦法受惠 但是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 你都會去支持 然後還有周顯大師幫他護航 不是的 很有用的 我沒有幫他護航 我現在就他的方法 說 我這個叫做 魔鬼辯護士 OK 魔鬼辯護士 因為他有15%的單位 是會公開發售的 那裏如果有樓市一跌 就洩了錢 一些這麼不效率 這麼沒有效率的事情 竟然會在香港發生 Hemmy 我首先要嚴重警告你 你不要說我去幫他們說話 我只是就他們的方式 我愛魔鬼辯護士 不要讓你一言堂這樣搞 我現在講的立場 我的立場就是取消所有公務 我的立場就是全部公務 然後派錢 我的立場很簡單 派錢 然後稀消所有資助房屋 然後一次過 一次過 一次過政府賣地 你不可以這樣屈我的 是不是 這個問題就是 你有你的立場 但我對於你剛才那些辯護 都是覺得 很不合理 我只是企圖幫他說一說 但我都明白 以周顯大師的智商 都只能夠想到這麼低質素的辯護 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 真的很難看 還有就是 第二件事就是 關於他那個蝕蝕 都會蝕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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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政府搞來搞去搞去的 你聽我說 那個狀況就是 你做這個什麼鬼東西 什麼耳居蝕錢 你居屋 不知道有沒有錢賺 都會蝕的 那個快快地都賺 問題賺多賺少 那條數不一樣 就是這樣解 對不對 然後大家懷疑 那樣東西可能是真的 那個五千一田海 五千一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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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大嶼 東大嶼 現在領錢 就是說什麼都賣掉 領錢的問題 我找一天就要專門說領錢 領錢就是整班人都是蠢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八 OK OK 問題就是 現在你罵領錢 問題就是 有哪一個不受到商鋪造影響 現在街上的茶餐廳 不是領錢那裏做 都已經做了倒閉 根本就是整個問題 你集中領錢就是你蠢 因為整個問題就是 那些店舖是貴到 沒有人可以負擔到 無論是領錢還是不是領錢 如果你領錢 你不批出去 其他人會更貴 即是資樓 即是要大師的說法 即是不應該搞一些事做資樓 那我再說回 其實換言一句 換言二句 再加上這個所謂手字本 我只是想到一個現曹得信 因為呢 然後我就想說謝偉傳 即是他就著這個手字本 提出兩個意見 不是一個意見 另一個針對公屋 首先他就說 喂 反正現在 即是我們很客觀說 即使我很反感手字本 事實上 月入七萬多的人 真的可能買不到樓 或者最低限度買不到他想買的樓 香港想買的樓 一家稍為住得像人 都要一、兩千萬 起碼 那些是很基本的 兩百多隻 最大兩房 兩房的那些是五百多尺 一房的那些是單人申請的 兩人就可以申請五百多尺 一個樓盤就是二百多尺 一個人 如果兩個人 一個人住 你住三百尺 你都可以足夠 你兩個人住 你怎樣知道五百六百尺 正常 一家人住怎樣知道 一千多尺 如果是正常 不是客觀說 客觀說 客觀說 住一千尺 勉強舊 我以前小時候 我接受不到 那些人說 你要求四百尺就夠了 如果說一個正常的 現在的正常的社會 現在的正常的社會 你讓我說回 謝偉傳的建議 謝偉傳說 七萬多的人都不夠錢 買樓不如津貼到 即是將收入入息的上限 升到九萬多 那九萬多 不如連身過八萬的人 都要政府津貼 當然我覺得 客觀事實 我又覺得他錯不完 第一 你增加上限 其實人數是少的 因為去年新過百萬 那些人已經越來越少 沒有我想像這麼多 第二 年新過百萬的確 有人買不到他想買的樓 因為問題就是 你就算有這樣的錢去供 你也沒有這樣的錢的首期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這樣越推越高 不如所有人都津貼 不如所有的樓都給大家抄 不用 我覺得去年新五百萬就不用津貼 明白 年新五百萬就不用津貼 我想買多間 有時候想買多間 買多間都對 其實 所以說要換樓津貼 或者一家人有兩層樓 我想買多間 第二居的樓津貼 不是八居二 就是第二居的樓津貼 第二個的建議 我很有創意 他說 現在居屋 一個號碼 抽來抽去抽不到 不如這樣 抽三次都抽不到 就加一個號碼 抽九次抽不到 就加兩個號碼 你越抽不到 就越加號碼 那是不是公平一點 那令我想起 之前 施永青先生 就跟107動力說 他說 居屋就不如不要抽籤 不如排隊 他說抽籤就是什麼 搞綠合彩 對 但是問題是什麼 蕭應青真的沒有看過政治現實 你試一下現在居屋排隊 不是抽籤 排多久呢 對面那個人 我想沒有六十年 都七十年 問題就在這裏 所以謝偉傳多厲害 但是謝偉傳 我這樣說 問題在哪裏 因為現在居屋 其實有些狀況之下 那個人是不抽的 是 即是現在 這個地區不是很適合 譬如現在我住在九龍 也不是很離地 東涌我沒理由抽 是不是 那我OK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我還會抽 明白嗎 那你還會增加了很多人 我會抽 你會變成抽人 當然是 那結果 我說謝偉傳厲害的地方 就是 反正都是抽到六七十年都抽不到 多個號碼 你想想香港人會覺得 好有好處 抽六十年你是不是會拍檯罵 其實事情是一樣的 你是不懂的 我根本多了一個 你聽我講 我亦都這樣講 其實呢 我亦都講回一些 就是 一個 沒有委辯護士講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些問題 是不用解決的 因為到 二十幾年之後 香港的人口會減少 對嗎 就是本土研究社會 對嗎 其實我們的土地 所以現在講的 我都不相信 我經常講的 我都不相信 所以本土研究社會 他們說 將來 其實現在你不用增加土地 現在太多地了 將來會減少 人口減少 那你就不需要 現在你開發了土地 開發了這麼多事情 以後土地減少 那些空無人住 鬼成什麼 惡爾多斯 那怎樣計算 香港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 現在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的問題 就是因為 一百五十萬人 一百五十個人來太多 有些人認為 香港只要沒有了那些人 每日可以減少 大概一百人左右 每日一年可以減少 大概兩萬多人 到最後 香港還有四五百萬人 很容易住 所以只要停止 一百五十人來 香港的房屋政策 是一個抽獎的政策 當人人都不可以平均分配的時候 他們寧願把它縮到很小 平均分佈希望 分佈希望 就是派了一層樓給你 而香港的政黨 無論是建制派 還是法民 都認同這件事 因為他們都發覺 他們面對不到 那個醜陋的真相 那些人就會推向極端 搞港獨 又什麼又差 所以大家合作維穩 而香港人又真的會被他們餘弄 這是我自己從首置盤公佈 看到一個香港的樓市 或者房屋政策的眾生相 下次再講其他題目